再去看一个小区的停车库,这里很不一样,暗藏玄机,走进去一看,发现里面还有地道,那这个地道究竟是谁建的,又是拿来干什么的呢? 12月19号晚上7点半,广东边防六支队三大队官兵在罗湖区长岭村边界地段巡逻时,隐约听到边防铁丝网外的芦苇丛中有响洞,立即对芦苇丛进行搜索,没有发现人影,但在粤港界和河堤上发现一条地下通道。 这个洞大概宽八十公分,高一米左右,里面是有轨道,有通风设施,然后还有灯,还有电线。 侦察人员顺着洞口爬过去,发现地道极其隐蔽,一直通向附近某小区的一个停车库。 从外观上看,这个车库跟其他车库相同,但里面却大有玄机,在墙内一拐角处的地面被挖出了一个大洞,直接伸入地下。 在停车库里,还用啤酒箱打地道挖掘出来的泥土等雷起墙,进行遮掩。 拉下车库卷闸门后,既隐蔽又隔音。 当地道往地下开挖至一定深度以后,洞口又木板盖住,经过层层遮掩后,从外面积南却插到车库里的动静。 车库,然后打到我们这个借河边,那么由于遇到电塔的地基,然后拐个弯,长度大概约有40米左右。 侦察人员在现场还发现了绳索、滑轮等工具,从痕迹来看并无使用过的迹象。 据办案人员分析,这一地道刚刚打通还没有启用。 初步分析,通道的另外一头隐藏在距离路面约2米高的介河河堤上。 河堤被将近3米高的芦苇丛遮挡,从河堤的洞口钻出来,就直接没入芦苇丛中,怀疑走私分子是想利用这一地道走私手机、硬盘、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。 是从这边的洞口,用滑轮车,采取绳索,拉拽式,到这边的车库,然后人员把货物搬运走。 目前办案人员已经对这一小区进行摸牌,找到了车库业主,但业主表示这个车库自今年8月份以来一直出租给一名男子,经查证这名男子所使用的身份证件为假证。 目前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,都市记者报道。 这是计划好了,想捞偏门啊,不过既然涉及到违法犯罪,那肯定没戏。